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健康空氣 不要染磨毒氣 先停發 後再審議 先停發 再審議 可是卻遲遲不願意停發這個許可證 是又交與煤的使用許可證 但是縣長卻要來公佈這個自治條例 那我們今天要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第一 我們是支持 我們支持縣政府的自治條例的這個版本 但前提是 前提是我們認為應該要先停發再審議 先停發再審議 否則這是一個政治陷阱 這是一個建制陷阱 我們今天來提醒大家要小心 不要掉入圈套 因為雲林縣政府自己沒有先履行 自己要把關的責任 為人民健康把關的責任 平發許可證 卻要急著推動 卻要急著把球丟給縣議會 掌控權不在自己手上的自治條例上面 這是為了要模糊焦點 轉移注意力 推卸責任 推卸壓力 首先跟大家來說一下 打個比方 今天如果有個油品 它是黑心油 政府已經證實了它裡面有致癌物 這個時候政府最應該做的是 撤銷它的牌照 立即下架 才能為人民的健康把關 可是如果當這個政府一方面 不斷地宣稱說它要捍衛人民的健康 它要推動食品安全 管制自治條例 可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把牌照 發給了這個廠商 那不就是讓這個廠商可以合法的 毒害忽然 毒害人民百姓 那這樣是什麼邏輯呢 完全說不通 那同理 我們的縣長 大家看到這邊 一個黑一個白 為什麼會這樣 一方面跟美美百姓說 它要禁燒石油交與煤 一方面 明明是它應該把關的責任 這個許可證 卻又不斷地要發給這個廠商 不斷地要發給這個企業 又不斷地宣示要推動自治條例 但自治條例的掌控權 完全不在他手上 他卻放棄了百分之百自己的掌控權的東西 這個責任 這還是他的責任 那這完全說不過去 那我們認為這其實是個政治陷阱 為了卸除掉自己的責任與壓力 轉移整個魔紋的角點 造成社會跟議會 把球丟出去之後 鬧轟轟的 全部都失焦了 所以 來跟大家說 我們目前在鄉親 雲念的鄉親 大家都在傳言 沸沸揚揚揚的 這背後到底有什麼利益 到底有什麼利益 縣長現在講到那個 縣長 就是縣長現在執意不停發許可證 在外面到處放話 放什麼話呢 縣府的高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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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自備的高層 再向台座索討 天然氣 或者是燃煤的採購利益 這是目前大家都在傳聞的 沸沸揚揚 這些沸沸揚揚的傳聞 到底是不時的抹黑還是事實呢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相信 只要縣長立刻停發許可證 這樣傳聞馬上不公自破 而針對今年到期的三張許可證 我們要求要公開透明的審查 進行最後一次的審查 最後我們呼籲縣長 目前停發許可證 是縣長一秒鐘就可以做的決定 我們主張今年的這三張 今年這三張最多展延一年 最多展延一年 但必須公開透明全程 網路直播電視直播開放 讓民間公民社會一起共同審查 而針對明年後年大後年的 現在就要宣布停發 才有可能至少明確落日條款 讓百姓知道什麼時候有乾淨的空氣 企業才能及早的開始更換設備 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 一秒鐘都不能等 所以我們呼籲要先停發 先停發才可以審查 那我們也呼籲公民社會公民團體 不要進入自治條例的審議公聽會 因為這是個政治陷阱 那我們也請大家 要打電話到縣政府 來詢問請教 為什麼這樣事政府做不到 好 那接下來我這幾天看到台塑的一個副總 他叫可能是副總叫陳文養是不是 有一個陳先生 他公開表示對於這個詹堂寧教授的研究 表示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詹教授裡面詹堂寧長期在探討 雲林地區的公民血統裡面的這些重金屬的這些 西路的這些成分 然後做分析做比較 然後這位陳先生 身為一個台灣最大石化業的這個管理者 既然會公開講說這個六親不是連金的 連五金的 所以意思是說沒有白方這個重金屬的 這是很建設的事情 如果台塑是台灣用最多化工的博士 是在做最大的電流手 做他一個管理者 我公開給他挑戰 希望他討論一個可以照顧我們台灣民眾 或一些小孩可以增加地殖的事情 若是一個對口法惡壞 所以這種失望的東西 還是說煤炭在那裡燒 裡面沒有重金屬 那是笑死人的事情 那禮拜六台大的張全全教授 來這邊開了記者會 他的研究結果 雲林比彰化 彰化比雲林還要嚴重 所以我們護理李金勇縣長 拜託你一定要把石油加跟煤禁燒 這個可以大大的減少整個污染量 一定要減少 不然我們下風處在雲林 下風處在彰化 我們受害是最嚴重的 但是你卻一直這樣忽視 這邊這個機會請教副局長 就是縣長既然宣誓要禁燒了 那這個許可證 為什麼不可以停發 就是不可以現在就宣布停發 就是至少現在縣長 馬上可以做的 就是明年後年到後年 就不要再發 最後日期就要定下來了 來可以請副局長來復教 上次在縣府這邊 民間關係有表達過立場 那我們局長也有代表我們 李敬榮、李縣長 來接受的澄清書 我想這部分目前 當時我們局長又跟各位 正式一個回應了 就是目前來說 我們是以立法為先 那所有許可證 就是先核發 最多最多就是先核發兩年 那後續的話 我們會試今天的公定 為一個大家反應的情形 我們再來做一個審索 一個參考 我不想可以承諾說 這是最後一次核發嗎 這是最後一次 好 縣政府現在有非常多的大道 為什麼不直接用呢 縣政府你可以隨時到 那些六七都會直接查他的 排放物 排放空氣 排放水 你還有每人邊一算 可以進去 長期有人進駐他裡面 排了什麼東西 如果說你有做到 你有做到監督了 現在有這麼多人 的健康會這麼差嗎 我們的空氣會這麼差嗎 為什麼 或者現在 現有的大道不用 你又先 先 又要去做另外一把大道 那到最後的監察責任 還是在縣政府 還是在說 他有沒有違規排放 他有沒有按照標準來 到時候又是沒有 好 來 謝什麼 所以我們非常想要知道 為人民健康打官 是最基本的 我簡單回應一下 縣政府環保局這邊 針對六七的監控 我想很多老師都很清楚 那我們也回說 張康全老師去做一些採樣步 我想很多老師都很清楚 很多反省都很清楚 那現在我們面臨到 也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包含一些法令面的問題 我們現在也在嚴厲當中 好像是很多 你有評過的權利啊 在採權老師報告出來 謝謝啦 一人有1651個人死亡 這樣的事情還不處理 你還一直拖下去 一人就是死了1000多個人 好的 我們來休息一下 超級短暗的